下面给大家带来手机屏幕分离的教程 温度 温度的一般设置为70到100度之间 一般的屏幕的话我们就设置为80度 把分离机垫着上面的孔与分离机加热板上面的孔位置一定要对正 然后把手机屏幕放在上面 要注意手机屏幕一定要把这些孔都盖住不能有孔漏气 如果是屏幕爆的特别严重需要上面粘胶带 打开分离机 然后等2到5秒钟就可以分离了 分离的时候 钢尸要从一个角落开始进钢尸 另一端的钢尸轻轻轻的拉过来 这样分离的好处的话就是不会伤到偏光 然后这个钢尸一定要向下向下用力 拉到排线位置的时候 如果钢尸要拉出来的话就从一个角落轻轻的拉出来 不要一起拉出来 如果两端一起拉出来的话有可能就伤到排线 也可以直接向回拉 好 拿屏幕的时候一定要旋转拿屏 这样屏幕就分离好了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液晶屏幕产偏光 我们现在就以苹果6代4.7为例 这个上面的话分离好 比较粘 我们可以用风枪或者风筒 远距离的吹一下加热一下 然后用刀片直接去分离 然后现在没有风筒也没有风枪 我就在上面粘一层胶带或者是粘一层薄膜 然后放到飞机上面 好 现在我感受到热量已经传到液晶屏幕上了 然后进行分离 用刀片轻轻的找到偏光的一个角落 敲几个角 现在我感觉不是特别好分了 把没有分离的部分再加热一下 分片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刀片要拿平 停 anytime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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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排线位置的时候要注意 刀片不要碰到排线 剩一点点的话 就可以用手一点点的撕掉了 这样偏光就清理下来了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怎么去除天光下面剩余的胶 天光下面剩余的胶的话是比较顽固的 你们首先用到 这个是除胶液 可以用八天七三也可以 先用除胶液 把屏幕上面这个胶润润一下 像清洁这些有背光的瓶的时候 就注意这些液体不要弄到这个背光里面 然后等到等时到二十秒钟 用于刀片 用于刀片 刮叶金上面这个胶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刀片拿平 把胶润刮到边缘的时候 尽量不要直接就把胶刮下去 然后使刀片的大部分在一个屏幕上面 剩下去刮的话是绝对安全的 所以就能够使用到这个背光 把胶润润分开 它们有两次的颜色 会用这么多的颜色 刮到排线位置的时候就小心注意不要刮到排线 现在已经把绝大多数的胶都已经清理掉了 然后再擦少量的除胶水 好 然后用另一种药水 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就是白电油 你可以用530 白电油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清洁灰尘 因为白电油还有530都有很强的挥发性 它插到上面的话不会流水印 好 这样全部就清理干净了 贴偏光 首先介绍一下偏光 偏光的话是一面有胶一面没有胶的 偏光上面是有标记的 往往有标记的一面是有胶的那一面是贴在下面的 所以液晶屏贴在一起的 让膜死掉 贴偏光还贴锁的膜 然后把上面的保护膜死掉 就可以看到上面有没有气泡了 贴偏光要保证没有气泡 如果有气泡的话 可以先到除泡机里面去除泡 贴偏光 首先介绍一下这欧血液胶 我现在手里这种欧血液胶 它有四层 其中下面这个有两层保护膜 这就是为敷膜机准备的 现在这个施完一层膜以后 这个欧血液有三层 上下两层位保护膜中间一层熟血液胶 贴的时候先戳一下这个角落 然后把这层保护膜死掉 拿胶的时候 要这样把它撑住 如果不撑住的话 它会比较陡 这样撑住会好一些 然后现在我贴的是苹果6的 贴苹果6的时候 前面要留一个小的缝隙 大概是0.5毫米左右 对正以后用锅轮轻轻的 把OCA贴在液晶瓶上面 贴好以后 用刀片把多余的 OCA胶拆掉 我们在做瓶过程当中 不能保证所有型号的干胶都有 可以用大的OCA胶去贴 然后多余的部分用刀片拆掉 这样可以了 下面介绍一下打银浆 银浆的作用就是除静电 屏幕的静电主要存在于偏光和液晶瓶之间 刚刚我贴OCA胶的时候 留了一个缝隙 这个缝隙的位置 就是偏光 打银浆 又把偏光上连下一个点 连到屏幕上面来 可以 大家可以看到 苹果6代这个位置有一个焦点 打银浆的话 就在这个位置 在焦点上就可以了 这边也打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了 剪下 完了吗 可以吧 可以 打开贴乐机 在自动模式下 等最后一个按键确定 进入这个自动模式 是 对 对 那么 可以 看一下 把链键打开 将链板推进去 同时按两个链键提供 按摄锅的准备 有时候吸cit 射锅 result 测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压表归零 好,最后一步就是压支架 准备好一个点胶的支架 上面点好的热绒胶 将支架扣进液晶屏 然后放到下面模具里面 检查一下四个角一定要都放到模具下面 四个角是屏的 然后检查参数 温度180度 时间7到8秒 后面有压力表 压力是2000帕左右 这样就好了 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